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 我国少年儿童正在健康成长 首都少先队员以雷锋为榜样 助人为乐 热爱劳动 开展有意义的对日活动 我们是共产主义天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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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 培养革命思想 学习斗争知识和本领 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辽宁省盖县九龙地公社 古家子生产大队的少先队员 是公社的小主人 少先队员们跟着贫下中农 学习生产知识 他们在河滩地栽了上千棵树 造了一片防风林 他们还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 小民兵各个生龙活虎 不怕困难 不怕敌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董云良是江苏省隋宁沙吉公社厚冬生产队的社员 是贫农的儿子 董云良今年十七岁 他热爱劳动 热爱人民 对阶级敌人有刻骨的仇恨 曾经当过汉奸土匪的阶级敌人 善振元在1964年7月偷队里的玉米的时候 被董云良发现 董云良赤手空拳 同阶级敌人搏斗 善振元阴险毒辣 用镰刀砍了董云良二十几刀 董云良勇敢坚定 英勇不屈 阶级敌人终于被逮捕法办 南京古楼小学的少先队员 表示要学习董云良热爱集体 关心集体的革命思想 江西省平乡市北兴小学 三年级学生赵向阳 下肢瘫痪残废了 同班同学纪东江 杨兴国 饶麒麟 彭建平 邓太义 宋团建六个小朋友 从一年级起 就轮流背他上学 送他回家 三年如一日 六个小朋友的高尚风格 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全国各地许多人 对赵向阳也表示热情的关怀 江西民政厅 甲织工厂的工人们 利用业余时间 制造了一辆首摇三轮车 芝士 hu Winther 车子去不了的地方 纪东江等小朋友 仍然被赵向阳参加有意义的活动 赵向阳在展览会里 看到旧时代孩子的痛苦 更感到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幸福 赵向阳在同学们的帮助下 和健康的孩子一样 享受了学习的权利 也享受了生活的欢乐 福建省厦门市前线公社前沿联合小学 在海防最前线 与金门岛锦衣水之歌 少先队员向解放军叔叔学习打旗语 孩子们决心在革命斗争中 经风雨受锻炼 成为坚强勇敢的人 上海据陆路第一小学的学生 爱好乒乓球运动 他们在课间休息时间 利用一切条件练习打球 小课桌也是练球的好地方 在短短的休息时间里 这么多热心的乒乓球爱好者 每人就只打一板吧 别看他个子小 打起球来却很老练 颜慧英十三岁 陆苏索十二岁 张迪兰十二岁 他们都是全国女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队队员 小选手 经常和别的学校的大哥哥们赛球 交战时 他们不畏强敌 表现了小老虎敢打敢拼的精神 乒乓小将正在不断成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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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